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觀眾朋友們午安 感謝你準時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高雄雲犯 文山博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游數會 大家午安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好 陳時中現在被民眾 好像見到一次就要嗆一次 那這一回他現在又被嗆了什麼 這個富人在這個市場上面 遇到了這個陳時中來敗票 就怒轟 你踏著一萬多具屍體過去 我們先來聽聽看 你那麼大聲幹嘛 市場這麼急了 還這麼多人 人家都擠不過去 在幹嘛 一百一萬多屍體要過去 民進黨的好處 民進黨不好 媒體都被你們控制 謝謝 走開啦 好 陳時中真的是非常尷尬 就被這樣嗆之後 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手上只好繼續比他的12 就是他的競選的這個號次 就是尷尬以對 很多的網友就是講說 阿婆真是太帥了 真的是罵出我們的心聲 所以就講說 你媒體都被你們民進黨給控制 你在那邊吵什麼東西 走開 這其實現在已經是很多民眾 人民甚至是台北市民的一種想法了 那可是他現在的民調 真的是落後不見起色 連民進黨人都講說 現在連最基層的這個黨籍里長 都有反彈 為什麼呢 原來連這個選里長裡頭 都還有很多在那邊鬥來鬥去的事情 因為台北市黨部說 放任冒牌里長候選人 你乍看就覺得說 這是在講什麼 原來有很多英系的里長候選人 自己出來選 可是沒有經過台北市黨部同意 然後他們也同樣掛上了 可能是跟蔡英文合照 或者是英系的一些看板 所以就是底下也是亂成一團 人家就講說 所以已經讓這些鐵桿綠營支持者 反彈情緒沸騰 說怎麼一個選舉可以搞得這麼混亂 當然也是影響到 這個台北市目前的選情 那再來就講到說 這個陳時中 講到水門的這件事情 黃珊珊就講說 你不懂水門 你真的是要搞清楚 什麼叫做說 車子沒有移出來水門就不關 那其他整個台北市怎麼辦 陳時中現在趕快是緩霞 自己講說 我懂車子不想被水淹 所以他在那邊講說 陳時中你到底懂不懂市政 奇怪的證件一羅筐 從之前保證大巨蛋能打棒球 大巨蛋就是要來打棒球的 這需要你保證嗎 還有這個廁所在那邊變成 偷窺的這種證件 以及有人的車還在外頭 就不關水門 就是一連串人家在那邊想說 沒有最扯只有更扯 就陳時中還能夠端出什麼很扯的 神扯的證件出來嗎 所以大家就在那邊講說 陳時中現在是不是選情自己看起來都不妙 連韓國瑜都忍不住 酸了一下陳時中說 你總是愁眉苦臉 這樣是沒有選票的 我很想跟陳時中部長講 報告部長 愁眉苦臉沒有選票 你怎麼越選越苦 越苦越選 因為你愁眉苦臉 眉頭伸鎖 你去拜託選民的時候握手 選民會說 我是不是欠你的錢沒有還 越苦越選 就代表說像陳時中 真的是陷入一種苦戰 但是我們看看中廣有一個民調 這是蓋洛普的民調 他們是統計10月21到23的民調 陳時中竟然跑到了第二名 看起來好像選情沒有那麼的不妙 當然我們看到陸陸續續 所有很多這種各式各樣的民調 幾乎陳時中都是第三名的位置 我們看看他這裡面表示說 民進黨的支持者已經有85% 是表態支持陳時中 換句話說 這個氣沉保皇應該是不可能發生的 只有1.27%會跑票 可能去支持黃珊珊 所以不要再講說 黃珊珊分掉了你多少的支持度 應該就是你本身支持度 就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仇恨值太高了 再加上現在這個一屆爭議雪上加霜 這我講萬安跟陳時中 為著疫苗的合約這件事情 因為講萬安他就公佈了說 我看到這些疫苗合約的一些裡面的一些內容 但是他講說陳時中你要不要講出來 陳時中你說我知道疫苗價格 你想自己講胡說八道 所有的價格都被你給塗黑了 那綠委就趕快出來 就是幫著打假萬安就講說 你講這個保密條約 你已經違法了 那陳時中就更妙了 他就講說沒有 那只有了三分之二 還有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價格你也看得到 那你就講出來 這整件事情到底是陳時中 你在管大家這個疫情 疫苗的事情 還是講萬安在管 你怎麼會變成一種 好像我在跟你打碎夠那種感覺 你看到你講 怎麼會是用這種的方式 在面對我們大家在意的 一個疫苗的問題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個藍綠現在爭議 這個疫苗調閱小組重啟提案 最終通通都是撤回 那為什麼又要撤回 既然如果可以講出來的話 民進黨你在遮嚴什麼 所以陳時中是不是拿出證據來 你直接講清楚 什麼樣的證據 你直接講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內容的話 還有你拿出證據 講到底真實的內容是什麼 伯伯牙醫同樣也是 現在這些基層醞釀樣樣 抗議陳時中說 我是關後門的人 好啊你講 你證據在哪裡 你是關了什麼樣的後門 你不要總是 好像只是口頭上反駁 但是拿不出任何證明 講說你做的一套說的又是一套 所以現在蔡總統 是不是自己可能 也要跟陳時中走遠一點 因為你看相較之下 他去了林佳龍的場子 已經去了連續10周 都去挺林佳龍 還甚至一直問說 掃市場了沒有 但是反觀站台 陳時中的頻率 10月大概就兩次 一次10月15號 去葫蘆寺祈福 10月1號進總開幕 所以這個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照理說以蔡英文 要保住他黨主席的位置 當然能夠保住一個台北市 可能勝過 還保住什麼桃園 或者是基隆 這個台北市 當然是重中之重 可是為什麼一個 重中之重的地方 蔡英文沒有那麼高的頻率先來 反倒是去新北市比較多 難道蔡英文心中 也有一些棄保的動作嗎 又或者說 我們看這個林佳龍 人家在聽到她昨天的話 講的也是覺得很奇妙 她講說 這個侯友宜的支持者 喊40萬票 她講什麼 票夠了就別浪費 侯友宜的票已經夠了 別再浪費投給她了 她已經把這個新北市 當作選總統的進辦 那你是不是代表你自己 未選已經先認輸了 所以這莫名其妙 整體來說你看 蔡英文的動作 跟林佳龍的動作 以及陳時中 現在目前的態勢 是不是代表 這雙北的選情非常的不妙 我們來問一下友智哥 我覺得 現在叫做死馬當活馬醫 不然蔡英文 你告訴我她要什麼樣的策略 不可能了 她只能按照劇本腳本來言 為什麼叫腳本 那時候我就講過 你還記得林佳龍跟陳時中 在競爭台北市的時候 叫到總統府出來 大家都嘴笑也笑 好 我來新北 可是嘴巴還是念著台北市 什麼政策都台北市 台北市 所以你可見 她這個是死鴨子硬上架 現在她只能死馬當活馬醫 我猜 那時候在總統府裡面 應該已經談妥協好了 就林佳龍到哪邊 我一定會幫你站台幾次 我會有什麼資源下去 她現在在按照腳本走路 只是兌現她給林佳龍的承諾 不然以後誰要聽她的話 她現在只剩下答應過的事情 要做就這樣而已 當初她有沒有答應陳時中這些 有 她不是用總統級的規模 團隊全部進去 都是總統的好朋友的第二代 不是嗎 那不就總統級 但是沒有人說 總統的好朋友們 級 或總統的好朋友的小孩 級 所以現在搞得陳時中 也亂七八糟 所以她現在只能行禮如遺 照本宣科 我答應你的事情 只可能沒簽約而已 搞不好我們現在算一算 她可能還要簽七次 所以未來搞不好 你還會看到七次到新北市 幫忙站台服選 你就只是行禮如遺而已 她可能現在蔡英文手上 還有一個名單 你知道嗎 然後她每次一次還要打勾 阿嘉龍 我又六回 要簽收一下這樣子 好像我們去洗衣服 我還有十件襯衫可以洗 現在好像在做這個事 為什麼 你看 我們直接看到左邊 為什麼現在陳時中被罵成這樣 我問大家 這個阿嬤嗆的是陳時中嗎 我要問的是 只嗆陳時中而已嗎 不只 你覺得阿嬤嗆的陳時中 他其實嗆的是誰 蔡英文 你看 史上被嗆這麼多次了 你看 翰軒 你把這十幾年的政治 有沒有哪一個人一天到晚 如影隨行被嗆 第一個9%的馬英九 對不對 你記得那時候 每次到哪邊就嗆馬 嗆馬 當然是民進黨燒起來的風格 第二個紅山君的陳水扁 第三個就是現在陳時中 可是現在陳時中 有這麼大的能量嗎 不 其實這幾個阿嬤嗆著 後面的是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已經走到了 紅山君的陳水扁 跟9%的馬英九了 你再對照回來 新北的這些事情 你覺得他現在還有什麼動作 力保不施而已 我只能把你們這些 我答應過 推你們出來的 好好給我選好 選滿 選完 我能做的就是這樣 所以大概民進黨就是GG了 就是這樣 能夠到什麼地步不知道 我最後講 一定會有人在討論 我們蓋洛普這個民調 對不起 我自己是中廣出身 我得講一下 蓋洛普市的民調 這不是蓋洛普公司 因為我們中廣是跟蓋洛普市的 這個民調公司合作 樣本不會多 但是蓋洛普民調有個特色 他在做民調之前 會有蓋洛普Test 就是他平常幾個禮拜 幾個月 都已經在各個區去調查說 這些人的活動範圍 比如說淑惠是在南港 說南港內湖 我們長時間就會 對南港內湖的經濟活動 做一些調查 然後比較喜歡尤淑惠 還是比較喜歡誰誰 平常就有在做Test 所以樣本不用多 放進去 這代表一個什麼東西 蓋洛普民調 這種蓋洛普市的民調 可以加一個東西 電話名調調不到了 叫地方選情 因為平常哪一個愛化妝品 哪一個交男朋友會想哭 這種Test常常在做 所以你當做一個樣本少 你出來之後 等於是再加上地方民情 好 陳時中的22.13 我意思是 多加入基本盤 也不過如此 也不過如此 蔣萬安他現在29.67 是真實的反應 陳時中是力空出 力多出鏡也不過如此 看這個民調應該這樣看 而不是說陳時中現在 挖第二名了好厲害 不 我解讀是 全部都給他了 才這樣 就是最高分大概就是 對 好 我們來問淑惠 那一天禮拜五抽號碼的時候 我們議員坐這邊 陳時中坐我的斜前方 那我就看到敏偶偶有氣無力的 我前後都坐著民進黨議員 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陳時中怎麼看起來 沒什麼力氣瀕嗚嗚這樣子 一臉衰相 真的我就這樣開玩笑 他們就也很尷尬的說 可能太累吧 我說選舉誰不累 所以其實民進黨 自己也已經感覺到說 他們的候選人現在氣勢很低 氣壓很低 我覺得也難免 第一個年紀的問題 就是真的這個年紀 來應付這麼大型的選舉 對他來說是有一點負擔 第二個任何一個人 選到最後做什麼都被笑 做什麼都被嗆 越來就越沒有信心 所以到最後胡言亂語都出來 什麼水門不關 怎麼樣大家一起淹是不是 要淹大家來當這個淹 所以我覺得陳時中 現在這樣已經有一點點 像是困獸之鬥了 很可憐 他不是只有這個阿姨說 吵死了 走開了 前幾天我也看到他 在另外一個菜市場 有一個爸爸也是這樣說 吵死了 走開 我女兒打高端 現在不能去日本 有可能 因為我們台灣有很多小朋友 是去日本留學的 所以因為打了高端 現在如果要去留學的 或者是要去遊學的 現在可能都會出狀況了 要嘛就是自己花錢做PCR 鼻子摸一摸刃 要嘛就要變成六六大順 身上要再多打三劑 那個有多恐怖 那這些的始作俑者都是誰 都是陳時中害的 大家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你買疫苗到底買了多少錢 好啦 你買BNT 你買莫德納 你不敢說多少錢 你說那個是國際合約 要不然未來國際藥廠 不敢賣給我們 高端總可以講了吧 高端是接受政府補助去研發出來的 國產疫苗 你不是說因為它是國產疫苗 我們要扶植他 所以即便他沒有做二期臨床實驗 我們也給他EUA嗎 不是給他特別的優惠 就是因為他是國產疫苗 既然他是國產疫苗 他不就應該有義務的跟全民交代 他一劑賣政府多少錢嗎 不是這樣子嗎 到現在為止 陳時中都不敢說 還在扯 哎呀我只有塗黑三分之二 我還有三分之一 很簡單 你嘴巴講一句話這樣 你就講一句話就好了 高端一記多少錢 你敢不敢講 就講高端 其他的你不用講了 不是嗎 高端財報收到這麼多錢 財報很清楚 因為有上市公司的 上櫃上市公司的 這些財塊的監管原則 可是我們政府付出的錢 跟高端收到的錢 到底是不是符合的 兩筆數字而已 很容易查的 高端敢公布了 已經公布了 他必須公布 你衛福部敢不敢公布 你到底付給高端多少錢 你每一劑付給多少錢 你講 高端也跟你簽保幣條款嗎 你也害怕以後 高端不賣給你嗎 拜託是我們不敢再買好不好 高端疫苗至今唯一的客戶 就是你衛福部 就是你陳時中 你說我們如果泄漏 莫德納疫苗的商業的機密的話 以後人家會不賣給我們 抱歉高端沒有這個問題 高端我們也不會跟他打交道了 所以請你陳時中就一句話就好了 不要再去管那些機密文件 你告訴我們 你高端到底付了多少錢 一劑多少錢 對 像高端可能對於陳時中來講 是一個包袱 恨不得甩開高端 全世界的好朋友我們都知道 高端這個事情 全世界沒有一個客戶 包括台灣可能EA都會被取消 更何況打了三劑高端之後要出國 還要打三劑 幾乎就是完全沒有客戶 那台灣只有這個盤子 願意花幾十億去跟高端 買了這個還要補打 連全世界都不承認了 剛剛他覺得 所謂的那個話往下講 保密條款好就算有 衛福部你要告訴我們 我們這些老百姓叫投家 你告訴我們 我們違反保密條款 在台灣是可以控制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付多少代價 我覺得如果可以把這個事情 供出一次說出來 這個代價台灣付得起 台灣真的付得起 因為他可以買36億的 買了幾十億的高端 都打得都沒有用 如果違反保密條款 再付的代價可以付得起的話 我覺得全民老百姓 應該要講清楚 我們必須要知道 高端這個 到底我們買了多少錢 我跟你說 應該是不會有結論 因為這裡面牽扯的 太多利益的問題 從吳子佳的BNT爆料的事件 我們一直 一路走來一直往下看 會否不告了吳子佳沒有 這裡面有多少的 裡面太多荒唐的事 或許我肯定這麼去講 吳子佳敢說你貪污 你為什麼不告 是不是真的裡面 心目中裡面真的是有鬼 還有剛剛提到了那個歐巴桑 台灣的2300萬好朋友 這個歐巴桑醒了 有多少人會跟著醒 媒體被政府控制 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打個比方講 現在在台南的選情 兩個智商的對比 一個就是極盡的抹黑扭曲 文旦的事件 明明就是整個田地都是落果 那信用界提出的證件 老人健保 我敢說 我敢打包票 沒有這一次的選舉 全台灣沒有人知道 六度唯一海角健保費 65歲以上海角健保費 只有台南有 全國還有九個縣市 營養午餐免費 信用界提出來 在587億的負擔之下 那個自證是可以負擔的 還有台南是一年1千億 他花8億 讓老人跟小孩照顧 這個本來就是 當家才吃米顏貴 那我們用一千塊 裡面拿二十幾塊錢 來補助老人 照顧老人 照顧小孩 有什麼不對 況且這個證件非常好的 就是由市府編預算 市府做投家 去管制這些生意人 強調在地食安的問題 這有什麼不好 但是這聲音出不去 媒體沒有辦法去控制 至於剛剛 蔣萬安我稍微再帶一下 告不會有結果 對 但是你讓法院去說 這個選前不會有結果 但最後會怎麼樣 我們來比 蔣萬安 橫池中 誰比較 你台北市民比較相信誰 這不就得了嗎 不要再讓這些媒體 然後這些黑龍誰得的 這些名嘴 把整個事情都扭曲了 以至於我們選舉 不能得到最公平的結果 我們人民老百姓 沒有辦法找到最好的 任命公譜 我相信是越來越多的民眾 正在覺醒 才會讓陳時中 每次上街頭都會被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